記得你的放的位置 前面講過記得一定是放在module裡面 這個程式 然後當然字太小 我建議你可以把字放大 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9號字太小了 大概14號吧或者12號字 這樣看程式會 就會比較 看得比較清楚 ok 然後特別注意這個程式裡面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特別說明的 在那個方選裡面 如果綠色的字只要是單一號 開頭的都是註解 這個註解的部分是 主要是說明 下面那一行程式到底在做什麼用途 其實 你不加註解 其實也不影響 所以如果你說老師我想要把綠色字 都刪掉可不可以其實當然可以 然後還有就是 上方這個DIM定開頭的 實際上就宣告 宣告這個變數 它是怎麼型態 不過跟各位想 其實VPA它有另外一個規則 變數不宣告其實也沒關係 所以如果假設 你說老師我定這三行不要 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其實會不會影響程式執行 理論上應該是不會 所以你只要DIM開頭的 都可以直接把它刪掉 它應該程式的簡單很多 你就可以慢慢再去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程式到底在做什麼 那其實它的運作流程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先給它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那這個sell的話 實際上指的就是 我給它的儲存格 所以將來我就指向A2 它把A2裡面的資料 丟到前面這個變數裡面 它做什麼呢 就在利用instr的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其實還蠻像 那個vacel裡面的fine函數 就是尋找什麼 尋找前括弧的位置 然後這個的話呢 下面這行是尋找後括弧的位置 那底下做邏輯判斷 如果呢 這個前括弧的位置大於0 而且 後括弧的位置 是大於前括弧的 這兩個條件都成立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 是有括弧的情況下 就幫我用密的把 我需要的資料取出來 你會發現這個應該蠻熟悉的吧 後括弧的位置 減掉前括弧減1 剛剛不是 前括弧加1 所以其實理論上 它有點像是幫你把剛剛的公式 翻譯成VBA的程式而已 OK 所以其實它有點像幫你翻譯 當然如果你自己會翻譯是最好啦 可是 一般人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快的把公式 把它轉換成VBA OK 所以 但是如果你假設用 ChargeBT的話 基本上就簡單很多 OK 所以這樣的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有時間也順便看一下 它邏輯判斷 如果它有刮弧就做這件事 AOS的話是反之 如果沒有刮弧的話 就做下面這件事情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自己仿照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寫出你想要的一個程式 OK 那這個的話是第一個就是Function 所以將來你要執行Function 記得 游標先放在B2 插入函數 找到使用者定義有沒有 這邊就有個刮弧自刷函數 然後你給它資料 按確定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不過 如果我如果希望把它改成SARB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SARB它跟Function運作的方法完全不同 你不需要給它任何的資料 它會自己去抓 所以 如果你在敘述上面 最大的差別記得 如果要把它轉成SARB的話 那如果怎麼跟CHARGB做一個敘述 這個地方請特別注意 很簡單 你就把請幫我改為BBA的Function程式 改成叫做請幫我改為BBA的SARB程式 其實它應該就懂了 OK 所以 底下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敘述改一下 但是 請特別小心 剛剛這一序 就是 延續剛剛的問題 你只需要什麼 請幫我改為BBA的SARB程式 但是SARB程式跟Function有一點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 Function的話 你游標必須已經在某一個儲存格上面 有沒有 那你 把公式輸入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但是SARB 你變成你需要跟它指定什麼 指定說你的來源 我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 他應該知道來源 這個A2到A10 他應該理論上應該 如果不知道你可能要指定 那接下來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說你要輸出到哪裡 所以最後可能要補一個輸出到哪個範圍 所以你後面可能要跟他講說 幫我將結果怎麼樣 這個後面可能要多一個結果輸出到哪裡的敘述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範圍 B2到B10這個範圍 OK 那B2到B10怎麼敘述 我是建議 你乾脆打這樣 B2 到的話 你就打一個冒號 冒號的話 他就知道說 是一個範圍 B2到B10 這樣子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假設你要改成VBA的SARB程式 因為他不知道你要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不像方選儲標已經在上面了 不用再講了 OK 他就知道 那你就跟他講一下 B2到B10 其實應該這樣就OK了 其實他應該不用改 他就知道說 你不是要方選 你是要SUB 執行一下好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改了 那你會發現 看一下他的回應好了 以下是 就是將刮弧內文字提取並輸出到B2到B10的VBA 應該是沒錯 SUB程式 然後呢 底下就寫完了結果了 那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個名稱的話 如果你不喜歡 直接改就可以了 OK 那SUB改比較不會像Function那麼麻煩 Function要改上面跟下面都要改 SUB只要改上面 因為他沒有return 沒有返還資料 所以你把這個複製一下好了 OK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貼上 那再來的話呢 直接乾脆把這個SUB改一個名稱好了 我乾脆改成叫刮弧字串好了 OK 跟剛剛那個刮弧字串 名稱不一樣 就是上面有函數兩個字 名稱不能夠一模一樣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執行看看好了 那接下來看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把這邊 先確定一下裡面是不是清空 是嘛 再來的話我就把它執行 執行的話呢 記得 我一般習慣會把那個BBA這個環境 把它稍微縮小移到右邊 這樣子可以確保說我輸出的同時 也可以看到結果 那你如果把它蓋起來 像有同學直接這樣蓋住啦 你執行你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執行 所以我個人比較習慣是把它縮小移到右邊 這樣的話你按一下執行 你會看到結果對還是不對 看一下 沒錯 實在太厲害了 什麼事都沒做就寫出來了 所以說真的啦 你根本 真的啦 我剛開始也不太能接受 那我以前學這麼辛苦要幹嘛 感覺好像就是我憤憤不平 為什麼AI不早一點 好像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 有沒有 你為什麼現在才出來 我現在已經 學了 不過也OK啦 算了 反正時代就這樣演變 有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早出生不見得是好事 有沒有 晚一點出生真的好 所以你們現在是 就是比較幸福的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因為 有些東西其實還是要過程 不是說 所有的東西快樂其實就快樂嘛 你一直都很快樂 其實你就不知道什麼叫不快樂 有沒有 因為我們經歷過很多不快樂 所以我只要有一點點我就非常快樂 我就覺得 哇 這簡直是太棒的一件事情 OK 因為你們習慣了去AIGP之後 以後我看你回不去了 是不是 因為你就不可能在像我們以前 這麼的 一步一腳印的學程式 以前我光看到一個程式 我就把它馬上有點像背起來 你說老師幹嘛把它背起來 因為沒辦法 以前什麼都沒有 你不背起來 你怎麼知道這程式怎麼寫 OK 因為沒有像現在這麼方便的AI OK 那最後其實我們再寫一個清楚 清楚還記得吧 當然清楚你也可以請去AIGP寫 不過我是建議啦 這個應該很簡單 乾脆自己寫比較快 你要怎麼寫 打一個sub 空一格 然後打一個清楚 這樣就可以了 sub空一格清楚 然後你說老師後面要寫 不用 Enter一下 你會把Enter之後 它會自己幫你加後刮弧跟EnterSub 你只要把程式寫在sub跟EnterSub中間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事情 我是覺得不需要勞駕去AIGPT 自己寫一下就OK了 那裡面要怎麼寫 你可以在sub跟EnterSub中間按一個TAB鍵 縮排一下 一般習慣是你後面要做的就縮排一下 這樣比較整齊 OK 然後請它幫你把B2到B10的資料清除 還記得怎麼寫吧 範圍的話就range 我是建議你可以寄一個很重要的物件叫range 範圍 刮弧之後的話給它一串文字 這個文字的話就範圍 B2冒號B10 記得後雙引號後刮弧 然後清除還記得那個指令嗎 我們上禮拜才講點什麼呢 點clear 所以你其實也不用背啦 你在BBA的撰寫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只要打關鍵字的頭就可以了 它會自己幫你把清單裡面可能的命令都幫你列出來 所以我們是什麼 clear 所以打一個CL吧 那裡面就有很多什麼 clear clear是清除全部 但是這個清除的話 它會連框線都清掉 所以這個不建議 那記得你就可以選哪一個 clear什麼 clear contents 之前有同學 他把clear contents看成這個 clear commerce 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結果他說老師為什麼你都可以清除 我怎麼清除都清除不了 然後我乍看之下 我也真的沒有馬上看出來 對我說對耶你好像沒有寫錯 後來仔細看一下 你是清除裡面的什麼 comment 就是你的那個 等於清除你的裡面的註解的部分 記得你把它改成叫clear contents 這個 然後你就把它點兩下 就ok了 執行看看好了 所以你要寫個清除很簡單 sub 控義格清除 enter 這個後括弧跟enter sub 會自己幫你寫 你就在後面自己寫一個 這個範圍 點clear contents 這樣就ok 執行看看 執行 清楚了 OK 再按一下 自己幫你把需要的東西 就產生出來了 那跟各位講 清除除了可以用clear contents 我自己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你後面加一個等於 兩個雙以後也可以 這樣的寫法好像更簡單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也是清除 所以你們可以去 看要是等於空的 等於空的其實就是 把這個範圍放沒有資料 那意思就是清除的意思 所以這樣寫ok 或者另外一個寫法是 點clear contents 記得選這個contents 這樣就ok了 然後這樣我們就可以 把資料輸出 資料清除 就完成 我們想要看到的一個結果 所以特別注意的是sub 是刮斧自串 但是最後好像還有一個地方還沒完成 就是加兩個按鈕 加上去 怎麼加還記得吧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但是加按鈕 你需要先把那個叫開發人員 把它叫出來 先試試看 這個sub 我剛剛是利用那個什麼 chargevp產生的 我看一下 chargevp我好像直接 就是請幫我改為 什麼呢 VBA的sub程式 關鍵後面是加了一個豆點 結果輸出到b2 冒號b10 就是一個輸出範圍 然後把它複製貼過去 我就改它的sub名稱 貼過去之後 改了一個這個名稱 那底下清除是自己寫 當然你說老師 我不想自己寫 我用chargevp產生可不可以 但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有些很簡單 你每次都要 chargevp幫忙 我覺得好像 這個可以再做一個平衡一下 不一定什麼事 都一定要chargevp試試看 可能 可以 製造精神 我就來執製